安~~路哈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要講究竟的話 一樣是我們隨便聊到隨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打一下 機械版抗軍啦 目前來說的話 它的全部關卡好像是LV10吧對不對 對 共識關 然後前面的關卡其實就已經還蠻恐怖的 是鋼鐵的鴕鳥跟我們這個鴕鳥 那我們看一下LV9的180體力的 重新體痛LV9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這個裡面是123456 6個問號 就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很恐怖的挑戰 我覺得應該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上次基本上我們的鴕鳥其實就 有那麼一點點麻煩了 我們來看一下重新啟動LV9 走起 看一下喔 這關是什麼東西 哇 墓碑完蛋 但墓碑再加鋼蜥一角耶 夭壽 不過我們這邊七歲所以還是有一些打墓碑的能力啦 但這關的話基本上很多這個不死敵人喔 所以這個重新啟動LV9 確實好像有那麼一咪咪恐怖 嗚 嗚嗚嗚嗚嗚 好 很恐怖 哇 怎麼會突然跟一大堆這個不死生物啊 完了 感覺要被教訓到一個爆炸了各位 完了完了完了 唉呦 唉 不是喔 唉真的是越來越恐怖耶 其實沒有新東西 但是打起來還是 哈哈哈 打起來還是蠻危險的 咬了咻 完蛋各位 沒拿到自己大堆不死生物啦 不過不死生物關卡的話呢 那我們就帶上那個 創他們這一隊 然後再換一個七歲歲進去應該就OK了吧 七歲歲傳說西遊走起 再來說這樣就可以了啦 因為這關的話 就是蠻多這種就是不死生物 比較麻煩 唉 當然就是不死生物攪局啦 我覺得這個確實 嗯 恐怖到底幾點 來來來 做不起 這邊一千一百二十 再來一六八零 好 一零五零零我們就直接給他 走起了喔 反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是用七歲歲來那個 來扁一波啦 應該是可以 七歲歲開扁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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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OK 不OK不OK不OK 感覺還是要放個這個肉骨獸會比較好 咪咪咪咪 肉骨獸肉骨獸 好 這邊 肉骨獸走起吧 肉骨獸然後 這邊 拳擊手下來好了這樣子 這樣應該是OK的 來 重新啟動 LB9 GOGO走起 來啦來啦 然後一二零 然後一六八零 這邊應該是OK的 然後這邊小隻的 我們就直接先用這個肉骨獸 直接給他開扁了 扁起來扁起來 開扁 然後貴心一擊打扁打扁 然後四四七零 完了 好像被這個水豚軍弄 不只水豚軍耶 連那個鋼鐵小敵人都把你弄死耶 要求 完蛋了各位 真的完了 重新啟動LB9 開始在這邊卡了耶 在耍什麼白癡啊 完蛋了 往前面進一點點好了 升點小小錢包 哇哩咧 七歲雖先出去 然後弱骨獸 把這個陣線拉長一點點 有感有感 七歲雖剛吸一腳拜託你了 哇 不死耶 他如果沒有 哇唷唷唷唷進化了 他如果沒有把鋼吸一腳打掉 我們就沒了 哎唷唷唷打掉了 個人是肉骨獸打掉了 哇 好像有點 哇 有點難搞耶 鋼鐵敵人配不死敵人 是真的還滿麻煩的耶各位 這個搭配確實恐怖耶各位 完了 但其實滿多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有關啦 就沒有弄到那麼的好 哇 但是真低窮步耶 來 哇一直在懂一直在懂完了 哈哈哈哈 死定囉 各位 完蛋囉 感覺再加一隻那個吧 再加一隻 加一隻能夠彗星一級的應該會比較好 來 那邊的話呢 再一隻彗星一級角色 攝影師貓貓吧 那邊攝影師貓貓應該就沒啥問題了 猴蟹應該可以下來 好 攝影師貓貓走起 重新啟動LV9 消耗我超級無敵多XP耶 腰了個咻了各位 太扯了 怎麼會這樣啊 消耗我超多XP耶 好 我們就這樣子走起 540 但我覺得還是得要叫那個耶 還是得要叫七歲歲出來 OK 七歲歲 走起 OK GOGOGO NICE 哦 4470 出號機 拜託啦拜託啊 有有有有 哇耶 其實 我們那個七歲歲 被教訓得很慘耶 完了 好 這邊看看喔 待會直接叫那個4200的阿魯比斯出來喔 哇 那水層軍 太猛了吧 老哥 打過去一點點 完了 剛星一角真的感覺還是 蠻需要那個七歲歲的 可能還要再帶一隻那個誰啊 是不是要再帶一隻那個頭錘貓啊 怎麼一直來耶 完了完了完了 攝影師貓貓 拜託拜託拜託 有誰能夠把鋼西一角打掉好不好 把鋼西一角打掉大家都舒服了 這次用攝影師貓貓還行喔 但後面還有鋼西一角 不能掉以輕心啦各位 太難了吧 走起來走起來 有有有 NICE 拜託了拜託了 好然後攝影師貓貓 走起來 帶一個天子炮 有 有有 天子炮這邊直接把那個 墳墓打到那個進化了 應該就OK了喔 欸 重新啟動 確實可怕ㄟ 但我真的還蠻好奇就是LB10MAX會發生什麽事情的 明天就可以來看一下喔 沒想到LB9我們就卡成這樣了欸 但是這個鋼鐵敵人配BOOST敵人是真的還蠻搞的 好不好 那你們還覺得哪一個屬性的角色 哪一個屬性的敵人跟哪一個屬性的敵人搭起來也是會非常非常麻煩呢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我覺得鋼鐵敵人配BOOST是真的 是真的蠻要求的 好不好 是真的蠻要求的 好恐怖喔 那目前來說那個獸食關卡那個什麼啊 豬豬配那個貓頭鷹的那個我覺得也是蠻棘手的喔 那如果是屬性相關的話呢 你們覺得哪兩大屬性配在一起 你們會覺得超級無疑棘手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目前來說則拚投好不好 BOOST生物跟鋼鐵敵人一票好不好 我覺得惡魔族也是蠻麻煩的喔 就看大家怎麽覺得了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BOOST生物 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昨天沒想看的啦 就是我們上面還差28個關卡喔 不死生物來襲 走起 來 那這邊的話進化啊 這邊看一下喔 參袖4 沒問題 那我們用這個喔 用我們這個什麽 進化部隊啦喔 有小鷹跟初號機應該就還蠻沒問題的 來嘍 560 1120 來啦來啦各位 帶我們來一個看看五貓直接把這個 異星有星小點給打死 再見 來 4050 這關麻煩就是一樣是出幾條件的問題啦喔 你現在先小心一點 然後出一隻初號機 初號機出來之後呢 不死生物應該就沒啥太大的問題啦喔 OK 而且連異星的敵人應該也可以變了 參袖4 直接打爆喔 再拍一隻阿努比斯應該也是OK的喔 OK 不問題 好 那經驗的話基本上我們 唉唷 還沒結束喔 我原本想說 我原本想說一定要做結語了 結果不給我做結語啦 夭壽 好啦 這樣應該OK 然後我們進行主要來說就是我們打了這個 那個什麼阿 重啟的這個LV9 那不想說最新的關卡大概就是這個重啟挑戰了 喔 還蠻特別的 欸不不不不 小心點小心點 哇哇哇 這個鴨 這個鴨子 鴨子很搞喔 好沒事 好險 然後我們最近玩基本上最新的關卡大概就是我們那個重啟挑戰了 那重啟挑戰的話裡面就是有很多鋼鐵敵人啦喔 那今天想問大家就是 欸 你除了覺得哪一種屬性跟哪一種屬性搭配在一起 你們會覺得非常滿有麻煩的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覺得目前來說 不死生物搭鋼鐵 今天已經看到了 確實底麻煩喔 那你們有沒有順利通關呢 可以在這邊分享一下囉 那我們今天就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小小的小朋友 大家 掰掰囉